接近现场 柳如烟妈妈狮子大开口 要我再补五十万彩礼 我不同意 柳如烟就到得绑架我 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 被迫答应后 他们一家还不罢休 制造意外杀死我 领取巨额保险金 我父母求他不要打掉孩子 他却说孩子根本不是我的 气得我父母含恨离世 再次睁眼 我竟回到婚礼前一天 这一次 我要让全天下人 看看他们一家难看的吃香 我重生回到了婚礼前一天 老公 我等你明天来接我 害死我的罪魁祸首 摸着手中金丝绣成的凤凰嫁衣 一脸娇羞地抓着我的衣袖 上辈子被他害死得痛苦袭来 我下意识把他推开 惹来女人委屈的娇称 老公 你弄疼我了 贱人还装 和柳如烟恋爱长跑这五年 我在工地几乎要跑断腿 就为了攒够彩礼 把心爱之人娶回家 结婚证领后办婚礼 婚礼现场 他妈狮子大开口 要我再出五十万彩礼钱 他说要我先答应他妈 他说他怀孕了 无奈之下我答应了 他妈收过银行卡 转眼递给了旁边柳如烟的弟弟柳轩 柳轩一脸崇拜地叫我姐夫 眼神带着光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看见冤大头的金光 知道柳如烟怀孕后 我爸妈没有怪他家多要彩礼钱 反而亲自过来照顾柳如烟 还嘱咐我对柳如烟好一点 柳如烟怀孕后 他要什么给什么 家里宠着他 生日那天 恍惚之间我从施工工地上摔了下去 死后迷迷糊糊地跟在柳如烟身边 却看见让我死也无法按宁的景象 柳如烟早就给我买了巨额意外险 火同他人卷走我所有财产 我父母祈求他留下肚中孩子 柳如烟却笑着说 这个孩子可不是张鹤的 要让你们失望了 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后 遭遇此打击 一病不起 后来我父母相继病死在老房子里 无人问津 上一世是我眼下看错了人 这一世 我会让他们每个人都付出代价 见我迟迟没有回应 柳如烟重新贴近 声音里带了哭腔 老公怎么了 是我哪里做错了吗 想要搞垮他必须沉住气 不能现在和他闹掰 我垂下眼 尽量心平气和地开口 没什么 我明天会来接你的 我转身就走 没管柳如烟的迷惑不解 上一世的我就像一个傻小子 被他玩弄于鼓掌之间 何时对他冷淡过 重生第一世 我最想见也最愧疚之人 便是我的父母 愧疚于儿子无法病床尽孝 愧疚于儿子眼瞎认错了人 他们为了我的婚礼 匆匆赶来 行李还带着阳尘 我看见久违的父母 眼眶湿润 委屈和愧疚涌上心头 扑通一下跪了下来 他们吓了一跳 母亲走过来扶起我 脸上写满了关心 握着我的手掌 语重心肠的开口 宰 怎么了 明天就要娶老婆了 可不许这样 靠在母亲的手心 想到上一世母亲死亡前 还在念叨我的名字 悲从心来 我脸过情绪站起来 看着他们担忧的表情 笑了笑 爸妈放心 儿子会把他娶回来的 正好我娶了媳妇 给爸妈也买了机票 小亮他们不是在旅游吗 正好你们和杨叔一起多逛逛 父亲挠了挠头 有些迷糊的开口 可是你不是才和如烟结婚 要不要我们 我拍了拍他肩膀 笑了起来 放心吧 爸 我们新婚肯定要度蜜月的 我给小亮打去电话 托他照顾好我爸妈 杨叔是我爸妈的至交 可惜他们一直在旅游 上一世收到消息回来时 爸妈已经病死在床上了 拿出手机 注册了几个账号 拍了第一条视频 视频里记录着这几年 我为娶到柳如烟 做了多少准备 我挥了挥手 笑得一脸甜蜜 明天就能娶到老婆了 我对象陪伴我从大学毕业 到工作成家 我一定对他好 所有东西都为他准备好了 以后他说一我不二 按下暂停 将视频上传各个平台 花钱买了推广 视频下快速出现 许多羡慕与祝福 哇 羡慕了 嫂子和大哥百年好合 999 恭喜 羡慕了 什么时候我才能娶到我老婆 我捏住手机 发布明天直播结婚的消息 柳如烟 准备好迎接我 给你准备的第一份礼物了吗 扯好领带 我将隐藏摄像头 别在胸口领画中间 不仔细看 看不出来 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是催我上婚车 接新娘子的人 我喷了喷发辣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朝摄像头露出期待的表情 马上就能接到他了 真开心 坐到车上 打开蓝牙链接手机直播 再用小号刷了几个火箭 将接轻直播间刷到人气第一 看网友满屏的祝福 我笑了笑 开始讲起我和柳如烟的恋爱经历 大学学的土木专业 以为这辈子找不到对象了 谁知道他突然出现 他不嫌弃我的工作是跑工地 我曾许诺一定要攒钱娶他回来 现在终于可以实现 我一直以来的梦想了 直播间弹幕疯狂滚动 666 嫂子对真好 土木老哥娶老婆不容易啊 百年好合啊 哥 老哥真努力啊 嫂子会很幸福的 幸福吗 反正上一世 他吞了我命换来的钱时 是幸福的 直播间中也有几条不和谐的言论 不会是作秀吧 兄弟 骗骗别人可以 别把自己骗了 兄弟这太假了 我洋装愤怒地把勤俭摊开 放到摄像头前 指了指面容交好的柳如烟 看到没 这就是我老婆 我们在这里结婚 我们老家在这里 不幸就自己来看看 指尖指了指接亲地址 然后拿走 絮絮叨叨地说起柳如烟的好 她是个好女孩 我绝对不会辜负她 当年她妈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她一直不离不弃 这五年我一直没碰她 就等今天光明正大的娶她回家 直播间的水友文言 情绪也被调动起来 神仙爱情 我的天 好像快点接到嫂子 主播加油 嫂子真的是好女孩 主播一定要对她好 我轻笑 是啊 不沾烟酒 不去酒吧的好女孩 但她要命啊 闯过千重关卡 在靠近新娘子心房的时候 我已经狼狈不堪了 上一世到这里时 我心血澎湃 只想快点接到柳如烟 这一世我扯了扯衣领 站在门口拢了拢发型 光滑的墙壁映照出西装革履的身影 身后的伴郎团推了推我 示意我快点进去 我调整好胸前摄像头 深吸一口气 推开房门 柳如烟穿着大红婚纱 红着脸坐在红色窗帘后面 身侧站着一个 穿着身红礼服矮胖的老太太 正是柳如烟的母亲 老太太笑了笑 朝我挥挥手 小张来了 想把我们如烟接走 还有最后一道考验 你一个人进来 我笑着点了点头 拍掉肩膀的手 朝身后兄弟示意 等我接新娘子出来 好 我轻轻关上房门 疑惑地问柳如烟和柳母 怎么了 妈 最后一道考验是什么 柳母眼睛一眯 藏起眼底的金光 小张啊 你看 这个彩礼还差五十万 什么时候补啊 我内心冷笑 上一世早就说好彩礼十万 也早就给了 柳如烟告诉他妈 我还有五十万存款 他妈临时改口 要我再补五十万彩礼 我洋装惊讶地捂住嘴巴 彩礼不是已经补上了吗 怎么还差五十万 柳母脸上堆起精明的笑 他捏了捏手心的纸 递过来 小张啊 你看我们如烟怀孕了 当初说好不能有婚前性行为的 现在你看着 角落玩着手机的柳轩站起身 脸上全是指责 对啊 姐夫 你看今天也要结婚 就答应吧 我走进床边 聊开床慢 低头看着柳如烟 如烟 你怀孕了 可是我们不是 柳如烟红着脸扑上来 手按住我的嘴 语气是藏不住的娇羞 哥 那天你喝酒了 你忘了 我按下他的手 想当那个酒醉的晚上 我也以为我做了 直到我死后 柳如烟一脸不屑地提起那个晚上 切 一点小伎俩 谁叫他蠢呢 我认真地看着他 是吗 可是我酒醉的时候是有意识的 并不是完全没意识 柳如烟争住 眼底藏着惊讶和慌张 估计没想到我会如此回答 此时直播间疯狂刷起弹幕 我天 吃瓜了 吃瓜了 劲爆大瓜 所有孩子不是主播的 我就说土木老哥谈恋爱不靠谱啊 这丈母娘真离谱 这新娘不是给主播戴绿帽吗 柳如烟拉过我的手 平静的语气下暗藏交集 哥 你不相信我吗 就是你那天 他说着 委屈地松开我的手 实在不幸 等孩子出生 我们就去做检查 柳如烟好演技 上一世我就是这样被骗了去了 我文言愧疚地笑了笑 从口袋拿出一张早就准备好的卡 递给柳母 里面实打实的有五十万 不过可不是我的 是拿柳如烟以前般的空卡借的贷款 既然要给自己弟弟买房 就用自己的钱来吧 柳母两眼发光的结果 女婿就是好 女儿跟着你想服了 柳轩从柳母手中接过 一脉相承的精明显露出来 令人作呕 谢谢姐夫 姐夫放心 以后我会好好孝顺你和姐姐的 柳如烟从身后牵住我的手 与其娇柔 哥 放心吧 就当给小轩投资了 眼前这场闹剧让我觉得乐性 好在胸前的直播摄像头 老老实实地记录下这一幕 自然有直播间水友替我开口 主播冤大头啊 五十万 说给就给 不是 这是伏地魔吧 这就是主播说的 人美心善的对象 感觉不像啊 出了房门 伴郎团一脸复杂地围了上来 张哥 嫂子这是 我摇了摇头 示意他们先别说 今天一大早我就告诉他们 我在直播记录这大喜时刻 他们在外面果然看到了直播 接亲团热闹的气氛沉淀下来 变得诡异 可惜柳如烟他们没察觉 估计还沉浸在坑到五十万的喜悦里 接到婚礼酒店 伴郎们面面相去 把我拉到一边 张哥 你五十万真的给了 嫂子这不是把你当冤大头吗 我笑了笑 上一世我从未告诉别人 留母零食要五十万的事情 我这帮兄弟还以为柳如烟 是他们那的好嫂子 给柳如烟提供过不少帮助 我大学设有灵之行走过来 表情凝重严肃 张鹤 刚刚看见一个黄毛很奇怪 其他人相互看了看 也点了点头 是啊 大家都在生气 他在笑 我摸了摸下巴 黄毛不就是柳如烟的肩膚吗 看到我拿得出五十万 还要给他养孩子 当然开心了 我拍了拍林之行肩膀 兄弟拜托你一件事 帮我盯一下他 林之行点了点头 行 婚礼结束后 爸妈得知柳如烟怀孕 说什么也要来给我带孩子 我拒绝了 柳如烟一脸不解地看着我 为什么不让爸妈来 我摸了摸他的头发 温柔地笑了笑 因为我想和你 刮二人世界啊 更重要的是 直播临时加彩礼这件事 愈演愈烈 已经登上热搜了 网络上 临时加价五十万彩礼的风波 渗透到柳家耳朵里 我一直没出面回应 有不少网友觉得 是我在演戏 因为在直播间放过情节 有网友根据这个摸到柳家地址 顺着地址找了上去 直到有谁有找上门 才发现我直播里面的内容 全是真的 刘母联系上我 说我直播非常不道德 要我出面澄清一下 我疑惑地反问 直播怎么会不道德 我只是想直播我结婚现场 又有什么错呢 刘母在电话那头 支支吾吾地答不上来 反正为了如烟名声 你早点解释一下吧 还有网友来家里问 是不是真的要了五十万 你记得澄清一下 我快速挂断电话 澄清 当然要好好澄清一下 身后柳如烟吵着要吃草莓 即使大冷天 也要我出去给他买草莓 手机里林之行发来信息 徐伟去你家了 徐伟 就是林曼出轨的小黄毛 敢这个时候去我家 也是意料之中 毕竟柳如烟肚子里的是他的孩子嘛 我拿出手机登上久违的账号 打开直播 上一次直播的后劲还在 这一次开直播 不用刷火箭都上了推荐榜 看着直播间翻滚的 或骂或怀疑的弹幕 我拎起手中的草莓 今天老婆想吃草莓 我来给他买了 知道大家疑惑彩礼问题 一会我和老婆为大家解释一下 我说着手机震了震 是柳如烟的信息说他要吃成熙的辣子鸡 我知道他是想把我调开 好和徐伟多待会 可惜啊 我回来都OK 转头和直播间的水友说 老婆说想吃辣子鸡 我先把草莓拿回家给他 切屏打开家里客厅的监控 柳如烟牵着徐伟走进我们的卧室 一想到自己在工作的时候 他们用着我的钱还在我的床上鬼混 我就觉得恶心 匆匆回家 打开房门 卧室里传来乱七八糟的动静 估计是他们发现我突然到来 慌张地让徐伟先躲起来 我举着手机 焦急地拍了拍房门 老婆 老婆 你没事吧 房间里柳如烟匆忙地穿上衣服 指挥徐伟躲起来 快快 躲这里 别出声 一会他就走了 徐伟尴尬地提着裤子 脸上满是埋怨与气愤 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他还要很久才回来吗 柳如烟也是疑惑地摇摇头 焦急地拢起衣服 扬声回应 来了 柳如烟开了门 心虚地看着我 怎么了 不是说去买东西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举起手机看着他 看来徐伟还没告诉他直播的事 也是 这几天我一直守着他 他难得找到空闲的机会 就是约他的肩夫 我推开房间门 手机不经意地照过房间 在墙角的窗帘处停留几秒 看来我来得实在太突然了 他们没来得及藏好 不然怎么会脚都露出来呢 柳如烟显然有所察觉 焦急地走上前将窗帘拢起来 试图转移话题 老公 我要你买的东西呢 我笑着举起草莓 买了草莓想先让你吃 晚点再出去买 直播间的水友很快就发现 房间的异常和柳如烟的不对劲 弹幕火速刷了起来 主播 你家窗帘后面有点东西啊 主播 不会被绿了吧 别是作秀啊 这也太明显了吧 主播没发现的话 就是傻子了 可不是吗 上一世的我就是那个傻子 明明之前遇到过徐伟从家里出来 他说他是来送货的我就信了 我走向前牵住柳如烟的手 语气轻柔 如烟 走 出去吃草莓 手指带动窗帘 在走的瞬间窗帘被拉开 脸后的身影露了出来 手机拿稳 对上了许伪惊恐扭曲的脸 柳如烟的脸上止不住的惊慌 手足无措的试图解释 老公 这 不是这样的 直播间弹幕翻滚 窗帘后面真的有一个人哀 这就是主播人美心善的老婆 别太离谱 真的很像剧本 主播真的不是演的吗 楼上 我老家和主播是一个地方 真的和主播说的对得上 肯定不是演的 如同每一个看见妻子出轨的丈夫一样 我愤怒地指着徐伟 你是谁 来我家干什么 说着 提起手中草莓 与其越发委屈 柳如烟 你大冬天要我出去给你买草莓 又要我从城东跑到城西 给你买你想吃的辣子鸡 我都答应了 可是没想到你在家做这样的事 五年 这五年 我有一丝一毫对不起你吗 柳如烟白了脸 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虚伪尴尬地捂住脸 他看见我拿手机 估计猜到我在直播了 姐夫 你能别直播了吗 直播 柳如烟瞬间反应过来 尖叫一声 拿衣服挡住自己的脸 张鹤 你在直播 我拿起手机 直播间弹幕翻滚 观看人数不断增加 我去 新婚妻子出轨了 好戏好戏 真的假的 一进来这么炸裂的吗 我认识那个女的 是我大学同学 其实她大学就玩得挺花的 楼上戏说 柳如烟反应过来 龙起头发 眼眶湿润 委屈地朝我走来 老公 你回来怎么不提前说 我想给你的惊喜来着 不是你想的那样 一旁的徐伟也反应过来 焦急忙慌地走过来 是啊 哥 我是柳轩的朋友 他要我来帮忙 过几天就是哥的生日了 我们盘算要给哥一个惊喜呢 我心里冷笑一声 好大的惊喜 面上不显 愤怒的表情缓和下来 半信半疑地问道 是吗 那为什么你们看见我躲起来 我还以为你们在偷情呢 柳如烟不自然地偏过头 怎么渴 能 老公 我们刚结婚 你知道我的 我不是这样的人 是啊 上一世我到死都不知道 她是这样的人 直播间水有吃瓜吃的乐喝 有认识柳如烟的人 开始在网上爆料 土木老哥说 谈了五年恋爱 可是这新娘子会玩啊 谈了好多场恋爱 时间重叠了 土木老哥知道吗 我去 楼上戏说 我有突围症 好吧 主播来认领一下 手机疯狂震动 原来是直播间上了热搜头条 柳如烟之前的黑历史也被搬了出来 她表面清纯 其实脚踏多条船 最后要不是堕胎太多次 这次实在不能打掉 也不会找到我来背过 我拿着手机 我拿着手机甩到柳如烟面前 你好好看看 你是什么样的人 柳如烟疑惑地接过手机 脸色逐渐苍白 手指颤抖 一点点翻过 她委屈地抬头 毛子里一闪而过的恨意 老公 你听我解释 我拿出行李 将她的衣服甩入行李箱 连着她丢出家门 滚 和上门的瞬间 柳如烟苍白的脸上 黑色的毛子光影起伏 抿着嘴 不知道在思考什么 随着事情一步步发酵 柳如烟的亲朋好友 也得知了此事 她家里人给我打了电话 语重心长地劝说我 说年轻人谁没犯过错 柳如烟一直没动静 但我知道 她躲在亲戚后面 看我的反应 她很快会回来找我的 她舍不得她买的天价保险 而我也等待她回来找我 只是身败名裂 怎么对得起上一世 我那祈祷在病床上 死去的父母 上一世 父母临死前抓着床单 亦是昏昏沉沉间 用力呼喊着我的名字 可我的灵魂无法说话 只能眼睁睁看着父母 用尽最后的力气 宰宰 宰宰 不怕 有妈妈在 小赫 小赫 爸爸来接你了 好在这一世 一切都来得及 我给父母的旅游动态 点了个赞 给小亮发了红包 让他别把网上的事 告诉我爸妈 柳如烟很快出现在工地里 他衣着单薄 这段时间的精力 让他憔悴了不少 他戴着口罩 看见我出来 眼神放光 可怜巴巴地抓住我的衣袖 哥 哥 以前的事情是我不对 你骂我可以 可你得为孩子考虑一下 我转过头 看着他 我不信孩子是我的 离婚吧 说完转身就走 柳如烟跟在后面 不敢大声说话 哥 哥 柳如烟这段时间 在网上出了名 公司以破坏公司的名声 开除了他 他走投无路 开了直播 直播间里 他面容憔悴 抱着肚子 跪着朝镜头道歉 哥 我对不起你 可是孩子是无辜的 求求你原谅我吧 我已经改了 直播间的网友 一开始都是冷嘲热讽 还有对他人身攻击 让他滚的 但随着他卖惨视频 越来越多 每一期都把自己 打造成知错就改的 受害人的形象 网上风声也转变了 年少不懂事 改了就好了 谁不会犯错呢 是啊 一个孕妇 不容易啊 孩子是无辜的 要不土木老哥 见他一面吧 毕竟是你的孩子 他在直播间哭诉 说他每天都会来找我 只希望能被原谅 要是我一定要和他离婚 他也会一个人 独自抚养孩子长大 他还说他年轻时不懂事 现在已经改了 我看着直播间卖惨的女人 在底下留言 那就再见一面 柳如烟立刻在下面回复 好的 哥 就明天你生日吧 上一世 就是生日这天 柳如烟给我灌了一晚上酒 还在早上给我下了药 我恍恍惚惚间 被徐伟从工地推了下去 要不是发现柳如烟 藏起来的保险单 我几乎要以为他改了 生日当天 我如约而至 柳如烟画着憔悴的妆 开着直播 我见油帘的道着歉 哥 对不起 我 他道着歉 端起酒杯递过来 一杯杯地朝我敬酒 我满是愧疚地喝着酒 如烟 对不起 你怀着孩子 我还这样对你 柳如烟闻言 脸上得意起来 精神振奋起来 我看他拿出手机发出信息 精神也一点点振奋起来 假装醉倒后 柳如烟借着新酒的名义 往我嘴里塞了一颗药 趁他拿手机的功夫 我把药片吐出 包在掌心 装作昏昏沉沉睡过去的模样 柳如烟看见 我睡着 借被心放下来 打通电话 徐伟 他睡了 来吧 电话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 柳如烟愤怒地喊道 当初是你说的 你现在不想干了 别忘了 我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你说什么 孩子不一定是你的 就是你的 算了 他害我名声都毁了 我这样对他都亲了 徐伟很快赶来 他穿着黑色衣服 戴着黑色口罩和帽子 遮遮掩掩 一进来就埋怨柳如烟 真的要这样做吗 要是被发现怎么办 柳如烟坐在沙发上 瞥了他一眼 无情地说 快点 要不是为了这钱 谁要和这人结婚 徐伟不敢反驳 只是嘟囔一句 记得分我一半 徐伟和柳如烟 把我丢进我的车里 徐伟上车 带我朝工地驶去 他翻找出我的许可证 放到车窗前 被放了进去 在哼哼哧哧 把我放到工地上时 徐伟在我耳边响声说 哥 你别赖我 谁让你惹了他呢 到时候别来找我 风声呼啸而过 徐伟退了个空 我睁开眼 看着他惊讶的模样 你不是 我玩笑地说 是啊 我没醉 也没吃药 就像看看你们想干什么 徐伟眼里很利一扫而过 猛地朝我扑过来 试图把我推下去 我转身 他带着惯性掉在天台边 一边身子坠在半空中 夜晚的风声很大 徐伟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语气带着恳求 哥 我错了 你救救我 我上有老下有小啊 我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 上一世徐伟将我推下去的时候 可曾考虑过 我也有父母需要赡养 他知道 可他还是火通柳如烟 带走我全部的财产 我走上前 蹲下 看着他不断往里挪动的身体 伸出手 将他拽了上来 我就你 一会你去自首吧 就在我将他拽上来的一瞬间 他一个使劲 试图将我抓下来 他好顺着惯性上去 谁料 他得意的表情 僵硬在脸上 我松开了双手 他因为自己用力的惯性 掉了下去 掉下去前 他眼神死死地瞪着我 带着疑惑和恨意 我从口袋拿出手机 将录音按掉 拨通了报警电话 你好 我要报警 有人谋杀 警车很快驶来 我把录制好的录音递给他们 说 今天他找我复合 没想到想杀害我 为首的警察 严肃地听过录音 质问我 你明知他们图谋不轨 为什么不早点报警 万一出了意外呢 我苦笑着摇摇头 我以为他真心求我原谅 没想到他们想杀我 我刚刚才醒 没想到他朝我扑过来 自己掉了下去 警察叹了口气 眼神柔和下来 拍了拍我的肩膀 放心 我了解了 我咽完血后 血中果然检测出 迷药的成分 谋杀罪名成立 虚伪的死自然算不到我头上 毕竟一个中了迷药的人 有什么能力 将一个清醒的成年人 推下去呢 只能是如我所说 虚伪谋杀不成 掉了下去 柳如烟被抓来的时候 一脸疑惑 直到看见我 她的表情再也绷不住了 一扫伪装的柔弱 发狠地朝我扑过来 你怎么没死 你怎么不去死 虚伪呢 虚伪呢 我看着崩溃的女人 难道她对虚伪 还有感情 她死了 想杀我没成功 掉了下去 柳如烟被后面的警察扣住 一双眼发狠地看着我 听见我的话后 呆之半想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明明一切都很顺利的 柳如烟被带进审讯室 证据确凿 警察甚至还发现 她早就买好了 飞往海外的机票 自从知道徐伪死后 柳如烟整个人颓废下去 一句话也不说 直接认了罪 谋杀未遂 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朝她提出离婚 柳如烟呆滞地签下字 这个如花一般的女人 在入狱后快速枯萎凋谢 她签下字 神色莫名地看着我 半想 她沙哑地开口 你知道吗 我 她最后什么也没说 听说柳轩发现那五十万 是柳如烟贷款来的 不知道她去监狱里和柳如烟 说了什么 柳如烟没多久自杀了 接到这个消息时 我在和兄弟喝酒 林之行端着酒杯 疑惑地问我 哥 你当初要那个要做什么 我 放下手机 笑了笑 没什么 爸妈旅游回来了 听说柳如烟谋杀未遂后 后怕地牵着我的手 脸上满是担忧 小赫 我们应该早点回来的 宰宰 对不起 爸爸妈妈没保护好你 看着他们担忧自责的表情 重生以来 一直紧绷的神情 终于松了下来 感受到父母温热的身体 和鲜活的气息 我的心一点点跳动起来 这一世剩下的时间 我会好好陪伴在父母身边 陪着他们幸福快乐地活下去 柳如烟翻外 我生来就知道 我以后要做什么样的人 妈妈从小就告诉我 柳如烟 你以后一定要对你弟弟好 弟弟是你的一切 柳如烟 以后一切都要靠你弟弟了 嗯 我会对我弟弟好的 小时候为了弟弟想吃的棒棒糖 我穿着小裙子坐到小卖部的老头身上 这老头喜欢小孩 我知道 他每次都会盯着我看好酒 这一次弟弟如愿吃上了便利店里 所有口味的棒棒糖 我得意地告诉妈妈 妈妈笑着摸我的头 告诉我做得好 妈妈说 没有人能抗拒我 只要我会撒娇 只要够柔弱 我也这样认为 院子里没人不喜欢我 高中时为了期末考试的奖金 我红着眼睛钻到班主任的怀里 他却说我不知廉耻 他说他有老婆了 廉耻是什么 他能拒绝我一次 但第二次呢 第三次呢 当我委屈巴巴 红着眼睛趴在他肩头撒娇 他还能拒绝吗 那次我如愿以偿拿到了奖学金 我最讨厌一个人 就是徐伟 他就像他的名字一样 虚伪 明明喜欢我穿超短裙 每次都会拿着外套给我挡住 明明藏不住眼神里的喜欢 还是拒绝我一次又一次的靠近 这样的人真虚伪 上大学后 我越发缺钱了 家里早就不给我生活费了 我还要给弟弟交学费和生活费 但那有什么关系呢 我谈了很多男朋友 我不缺钱 虚伪一如既往的虚伪 他给我钱 但我要做他女朋友 他又拒绝了 大学毕业后 弟弟谈了恋爱 妈妈要我找个人 嫁了赚弟弟首付 要是我找不到他 就帮我找一个 虽然我谈了很多男朋友 其中不乏富二代 但我知道 我只不过是他们的消遣 他们是不可能娶我的 好在一些潜力股冒出了头 其中最厉害的就是张鹤 他做的是工地 又蠢又单纯 这些年一直幻想着要娶我 攒了不少钱 正好给我低付首付 就在结婚前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医生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个孩子 算算时间 应该是虚伪的 我告诉了他 但他却说他应不起我妈的要求 更付不起我家的彩礼钱 我告诉他 我给张鹤买了意外险 他做工地 出点意外很正常 虚伪犹豫再三同意了 在我不断暗示下 张鹤向我求婚了 在我们婚礼前夕 我发现张鹤有点异常 他看我的眼神 不像爱我 像要杀了我 一开始我摇摇头 第一次没相信自己的直觉 怎么可能呢 张鹤不过是一个 被我骗得团团转的傻子罢了 后来我才发现 他不是想杀我 是想让我生不如死 他直播了婚礼 还直播了我的出轨 我被赶出来狼狈地回了家 妈妈冷静地说 既然这样 就嫁给他原来选好的那个人吧 我知道他说谁 那五十多岁 小有资产的老头 我说张鹤那边还有资产 再给我一段时间 再给我一段时间 等他死后 我就拿钱和徐伪远走高飞 就算张鹤直播又怎样 网上发现 我脚踏多条船又怎样 还不是只要演集场戏就可以了 张鹤答应见面了 在他生日这天 他沉默地喝着酒 问我这几年 有没有真心对他 看着他的模样 恍惚间 我想起他向我求婚的时候 那时我也曾心动过一下 摸了摸肚子里的孩子 我将准备好的迷药 塞到他嘴里 徐伟一开始 是不愿意沾上人命的 可他爱我 他不说我也知道 更何况 我肚子里还有他的孩子 他带着张鹤出发了 我洗了把脸 化好妆 等待徐伟带回好消息 等来的却是警察 徐伟谋杀未遂 从天台掉下去了 一瞬间 我全部力气消 失了 徐伟死了 张鹤在警察身后冷静地看着我 我不想辩解 张鹤收集的证据很全 只是没想到 他当初给的五十万 是用我自己银行卡贷款来的 原来他那个时候 便察觉到了吗 女子监狱里最看不起 我这样的女人 辱骂殴打暴力 直到麻木 临死前 我想起张鹤向我求婚时的眼神 那种是若珍宝的眼神 我再也见不到了 全闻完 我再遇破了 暴力